好,方海中了,是非,因為拉籃旺,對,球在籃光的上方的時候 臺板給的是go tending 拉籃旺,連播球一起來 來啊,要的方手,交給Arentos Ravena 右車接下來球,拉到了腳上 這場比賽就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是一些後衛 不管是Ravena,或者是Ravena 他們個人能力,他們是一本工,他們投籃,他們的助理 在二位方面都是優勢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這些選手都在 不管是暗直或是日直的聯賽 一級聯賽當中打球,都跑過江戶 而且是明星選手,我們人家厲害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國家隊的成員,跑過江戶 真的,歷練磨練LOGO 哇,張家和跳過得分 這場比賽張家和發揮相當出色 全場攻上了16分 我喜歡家,對 陳立生 這一個撥球 不過我們的球員啊,面對菲律賓的球員真的不能太怪 尤其是菲律賓球員的小工作特別多 不管是卡位也,或是一對一的時候 所以,必須適時的給予適當的板擊 因為我們的球員,能力也不差啦 就是經驗上為證的一點 沒有跑過江戶 差別在這裡 雷貝安娜,雖然他時間剩3秒鐘 西智南後仰跳投出手 莫巴妍,跳起來抓上手籃板 張家和帶過來 再加上莫巴妍,沒有人看守 他很明顯 沒進 Caronantos 高調,這是個傳球 Banner Jr.笑了回來 球權還在菲律賓的掌控當中 摳到底線 Banner Jr.中計的板擊來出手 Shan Chu,進攻籃板 身高絕對優勢 真的很高 208公分 事實上莫巴爺今天打得並不好 個人得分只有8分 我們今天賽事前面的比賽 莫巴爺出賽得分都有到兩位數 不有底線的機會 AIRBO 冠藍圈 Abrantos Ravena 收球上去了 比斯姐剩6分鐘不到 莫巴爺要調 莫巴爺要擠底線 要打 又是被擋下來 要打一個 修凱 Derek Jr. 重重接力AIRBO冠藍 塞了進去 這支菲律賓隊 實力不同台下 真的全能力 團隊的搭配 相當的完美 他看起來灌的是輕輕鬆鬆 也幫助菲律賓隊再回到了30分領先 對 這真正的聲音 大概195 196而已 對 哇 看起來好像是相當容易 相當容易 哇 在進攻免則區的外圍 時間飛進來 空洞 第一時間 雙手把球給灌進 這適合在防守端的吳智凱 沒有任何的辦法 這個球就讓我想起 LaBron LaBron Jason Peyton 不是他小時候沒有拿到 LaBron的簽名 他哭了嗎 剛剛說 所以你現在隔扣我 OK OK 隔扣 我要稱讚人家菲律賓的後衛 不管是 哇 炸陽 這是你最先的嗎 這個好壯 對 有身材 有顏值 對 這些 應該是 模特兒 哇 他們太洗精了 那個 張阿姨以後你來球場 麻煩你穿一些無袖的過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的跟哈孝遠差不多 蛤 我覺得你太看不起小哈了吧 蛤 我的小時候 抓我白隊加油了 後續還有一些時間 不要 哎呦喂啊今天都發炎 他這種球應該都死他就問了 對 可惜喔 手感真的不好 目前莫發炎命中力是相當低了 林肉 在中間 突然直接掏頭 莫發炎強 防守籃板 換打用 稍微林彥廷 一彎球再找 莫發炎 莫發炎 沒有太好機會 關打用 帶一部中投 出手去 還有四分半鐘 比賽告一段落 比賽告一段落 阿Bretos 哎呦喂 這好三分蛋 真是殺阿Bretos 太美容 要連列 半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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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現在有愛哲 有愛哲出進來 左手挑籃出手 受到干擾 哎呦 這三球 哇 打得非常的秀 OK 防守 能夠拿出來 還在飛兵這裡 再次轉移 再出來 宇諾 外線 讓好球彈出來 林彥庭中間的短拋出手進 好球 林彥庭 這場比賽 林彥庭有12分清掌 不管是外線的發揮 還是整個防守的對決戰 林彥庭大概也把個人的能力發揮出來 他今天打得算是相當出色 94比65 有的防守 沒有投進這個球 撥打出界外 是中華白隊的球權 時間剩3分03秒 今天的霧巴爺表現就是 他在參加本屆窮四倍的客人 算比較差的一個表現 今天第一個 他遇到的犯規麻煩 第二個是 在禁區裡面 他的身高優勢不見 對不對 第三個 菲利貝爾真的是 一個非常完整的團隊 對 會形成很多的錯位 所以 莫巴爺 不管在禁區裡面的 反送 斜反或籃板球 他都打得非常辛苦 對 全場比賽 莫巴爺 一共是18頭只有3中 其中2分球 12頭3中 3分球6頭1中 就回來之後出手 時間剩2分半鐘 我想要比賽對白隊的小巷來講 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對 比賽的結果反正 就進攻參考 面對這些 對 面對菲律賓國家隊等級的這些球 國家 而且的經驗 的確 在防守端 中華白 在經驗 在整個個人能力 在團隊上 的確 就是差了至少 兩個檔次 不是一個檔次 94.65 防守 牽進來 陳醫生往前 給林恩廷 早安的攻擊 再給拖車 竟然將軍在地下被犯規了 今天在整個選手上 其實也少了一些人 然後 所以 先看 將軍的接應 在空中還拉了一下 其實 兩個防守學員都犯規了 但是裁判雷扣 對 那麥卡洛這次代表菲律賓 不過現在他跟 我們台灣 跟中華隊在談規劃的事宜 不過規劃規矩是這樣 就是要連續兩年 然後每年在台灣要待滿 183天以上 那目前這個麥卡洛的天數 還不夠 所以 目前要規劃他是 還沒有辦法去做 那麥卡洛之前也有跟菲律賓 談規劃 他是2019年的時候 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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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25歲 對 所以他蠻早就在跟菲律賓這裡 談規劃 不過 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因為菲律賓本來的規劃 選手人數就滿 好像參加熊斯杯 本界熊斯杯的苦華美 就是分明的規劃 接駁手不錯 這個手到時間到點 24秒進攻尾力 1 183天 等於是一年要超 將近7個月 對 他有一定的天數 規定的 你要在國內 在台灣 對 天數要待滿 至少 可以半天以上 對 94比66 時間剩下1分13秒 李恩廷自己來超高 李恩廷先進來 包包出手 比較困難的一個出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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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經驗 要跟他說 不好意思 上完場太小看他了 沒有關係 他正在展現實力給我們看 他確實還很年輕 從20歲而已 對 陳女神 男軍當中後仰跳龍出手 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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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今天機會來看一下菲律賓 因為在明天的重頭戲呢 就是中華藍隊要交給菲律賓 那菲律賓這場贏球之後呢 將取得本屆熊斯杯的七連勝 七戰全勝 那如果稍後中華藍隊對抗 對澳洲對比賽順利的話呢 也可以取得就是幾戰全勝的話呢 就是兩隊明天要來爭冠 前提就是中華藍隊在晚間對上澳洲對比賽過勝 這場比賽即將終了 今天中華藍隊遭遇到非常強大的對手菲律賓 我們中場是用菲律賓代表隊 對手菲律賓代表隊